1號上午高雄市議會開議 民進黨議員林曉辱 黃維毅 手捧龍袍遞到市長韓國瑜面前 暗喻韓國瑜在等黃袍加身 中間一度冷場 最後連想要逼問都喊得七零八落 沒頭沒尾的龍袍橋段 怎麼看著有些眼熟 原來北市議會早就上演過 柯市長準備了一套龍袍 讓柯市長私下在辦公室或在家裡 可以穿上他過過癮 這也算是一種心理治療 議員王世堅先是一陣明朝暗諷 接著桌上道具登場 讓現場不少人噴粉 看著王世堅一臉嚴肅 還只能小小軒偷偷笑 沒想到王世堅玉壁 真把龍袍遞上被同事攔截 途留柯文哲哭笑不得 這個過程柯文哲從一開始憋笑 到後來真的笑場 對比這回高雄龍袍場 才中韓國瑜敏感神經 全程表情嚴肅 論道具也仿得不到位 王世堅一整套有袍還有帽 連片子都有 韓國瑜眼前的J套 宛如多了個拉鍊的紙紮龍袍 話火不成反類犬 柯市長又突然蹦出一句話 說他自己是真命天子 齁 說自己是真命天子 中文是愚人節 那是開玩笑的 我當初會送柯文哲龍袍 其實是因為柯文哲他自稱 他是真命天子 而且他一向他的思想裡面 他就是崇拜雍正 毛澤東 那種很威權專制的 所以我送他龍袍 我是給柯文哲一種心理治療 那很奇怪 過去我送柯文哲很多東西 那他大概當天就返還回來 只有那個龍袍我送他 他修走了 對 不 他過三天才還我 我以為他到現在還沒還你 我在想 他真的可能真的 那兩三天可能就穿著 真的是 對 好歹王世堅出招其來有自 高雄市議會演的這一出 沒問到滿意答案 幾乎要惱羞成怒 難道就不怕弄假成真 其實目前2020 總統參選 到現在總統不再回來的事 事隔一年 老梗重演 想圍攻韓國瑜 比起王世堅的單槍匹馬 簡直 東施笑品